演完这款游戏赶紧看过来 中华揭秘只要选了一招 这个赛季吻哪战胜 但是我发现一个合情合理的吧 别说假的 我自己秋姐自己的账号 已经拿到战胜了 重点是按照这个打法 KD呢还能吻在4点多 虽然不能说很厉害 可是啊整体来说都很不错 只有最近是等一回事 听秋姐依西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秋姐可不可以送的一会儿 在那之前赶紧点赞关注 一面视频永久都失 那我秋姐就来揭秘 秋姐是怎么办到的 在新夏季更新前的最后一天 秋姐呢就准备冲分 最少必须要冲到皇冠 所以呢一大早就起来了 天真亮了 可是还不想起床 8点多 就起吧 现在我是要冲双排的分 我必须一路冲新撞2 盖到皇冠1 最少皇冠1 这样明天的分数线 就不会到太糟糕 开始打8 毕竟单人双排温达一点 我就打纯海岛 然后呢就在学校座里狗 基本上呢是不会有人来发现我的 只要你跳脚够快 只要你够安静 不要漏脚步 为什么狗分 因为呢我一定要稳上分 再加上我想休息 ok啦 那我就就是睡觉 窗户 窗户来了 边狗分的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一边泡东西吃 一边给平板自己去狗分 除了学校可以狗分 水长的也可以狗分 这一些呢都是我演出来的 很好的打法 而且啊 这些吃饭的时候都不影响 三餐都能正常吃 洗澡都能正常洗 ok啦 狗到2点半左右 我就出门去健身啦 我在跑步机上 游戏在车上 哈哈哈 再来个重力推 一样也可以打游戏哦 莫名其妙手变成脏脏包 Fuller 健身王会给自己加餐 去买明天要先健身的早餐 ok 就是狗分健身王吃个冰棍 然后呢 很 我害怕那个木乃伊很招摇 所以我就这样 蹬蹬蹬蹬 别想骗我出来 ok啊 一整天了 好的 上到 红瓜 一 ok 明天冲展身 tomorrow 来杯茶汁 然后呢 看一下我们群里他们在说什么 然后呢 又是一杯狗分 一杯吃东西 大家不用耐心 吻向战胜的第一天正式开始 吃完午餐再吃晚餐不过分吧 ok啊 晚餐的话是有三甜鱼票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什么五味鸡之类的 然后啊还有很好一点的披层也可以狗分哦 好来分享三个狗分点 从早上达到晚上 下午直播 然后呢 粉丝叫我打给他 我一个人打双双双四排 很感动的是今来有粉丝会去注意我 现在关心我能不能吃饭 然后 哈哈哈 OK 开播之前 财商的心赚到了一天 下午之后 我继续打 没有小手感这么好 然后三十二杀 单局直接加了五十七分 我就一路打到四点五十分左右 然后就关单去睡觉 好啦 我发现我现在是一直给你们看东西吃 这个呢 是我的 早餐 还有午餐 然后呢 这里呢 YT要给我寄奖牌 所以我就在填这东西 看我的手起红枕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 这些全部红红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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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毛孔 是有可能这里有发不清 看到 就算是我熬夜的第三天吧 赛季的第二天 眼睛已经开始不适应了 所以呢 我做打算第二天放弃 第三天呢 再继续冲 第三天因为一直疯狂打牌 所以呢 我朋友去到三七一 只要进了前五百强呢 就是我们的战胜 结果呢 因为我太放松警惕了 结果你们看 现在封神的前两分钟 你们看 什么东西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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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托熬过 一定要熬 一定要熬 熬过 现在几点 熬过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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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熬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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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499 妈呀 现在几点 完了 499 刚刚好五百 怎么有人这样呢 喂 5代色我们好玩呢 502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龟兔赛跑的故事 唉 不要掉以轻轻 不要太过自行 学到了吧 那里呢 不能射了 爬起来吃个早餐 然后呢 就继续干 如果你们想要吻上分 再加吻上可以滴 那样的话 你们一定要玩圣海秘境的模式 而且我们要吃到水虫未止的海洋圣殿 直接偷那里 而且啊 一般上呢 都很多人 所以啊 大家呢 只是要下去偷鱼就好 记住偷鱼 就算偷鱼失败啊 也顶多被打 被打还能复活 所以呢 就不用担心 偷完鱼之后啊 立马出来 因为啊 在这附近呢 刷人机的概率呢 还是挺高的 看到没 这里呢 这一个人机 在左上角 这里呢 有一个真人 所以我选择不打 直接撤 所以呢 一般上如果你们遇到没有真人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下去打那个人机 又可以涨KT 又可以涨分 一个字 绝 之后呢 你们呢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鱼岗上城区 这里呢 你们可以疯狂搜物资 记住有两样东西很重要 第一个商店货币 第二个 药 一般上啊 大家注意如果呢 圈内是鱼岗的话呢 那么我们就搜了 直接去驾程 如果呢 这个鱼岗呢 是在圈外 那么就安心的搜 基本上没有什么人 不过啊 偶尔在这两个地方呢 还是会遇到人的 所以呢 大家还是要小心一点点 不过啊 人相比之下 是会比较少了 OK 倒了 没事 我安心你打得过 在哪里 好 刚才说的足够的药 还有足够的商店货币 现在呢 我们来商店货币 直接购买鱼桃托器 这个鲸鱼什么时候使用 很简单 你们呢 就是大概等到这个地图 刷到这个药 有时候 你们就可以开始放了 在进来之前呢 你们先把药打好 能量啊 打一打 我相信啊 没有几个人真的会 好好利用 这个鲸鱼逃脱器 小五姐本身自己认为啊 我觉得我用的零零技智 这里的话呢 可以在鲸鱼上打药 什么药都能打 所以不用担心 不用怕被毒死 只要你们药足够多啊 打完药了呢 选位置肯定是关键 注意不要选圈内的房区 一定要选圈外的房区 因为啊很多人呢 都会着急进圈 所以啊圈外的房区 基本上比较少人 所以呢 就可以选择圈外的房区 去选择跳 这个方式呢 足够让你们进到前十左右 这样的话 你们的分呢 至少是加十多分 每局包上分 尤其呢 你们在决赛圈 疯狂淘汰的人的时候 又可以加更多分 就算进了决赛圈来 被人淘汰啦 也不用担心 你们看 秋杰在战程区 被别人这个点淘汰 都还能加十多分 如果你们的段位呢 更低的话呢 还可以加更高的分 这个打法呢 是我跟我队友 他的名字叫阿宝 目前研究出来的打法啊 局局呢 都是基本上加分 当然也很感谢 在第一第二天 带我的Marcus 还有我们一起努力上分的 这样鼓励的 我的好爸爸 黑棋啊 小绿狗啊 我家可爱旺达 杀定人 柔人 所以啊 我也终于在八点早上 顺利封神啦 所以啊 福利下呢秋杰呢 又正式开启 每一天八点半晚上呢 免费的手册等着大家 只要人数出到了 188的再生人数 并且维持在一分钟左右 这样的话呢 秋杰呢 就会给直播间的粉丝送手册啦 大家快点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去使得起来这个圣战神的技巧 同时啊 大家呢也可以多来直播间 求解呢 带大家上分 而且幸运的话呢 你们又可以拿下免费手册 简直一石二鸟 毕竟啊 这一次的rp啊 真的贼好看 除了呢 有两套衣服 而且有uzi 还有那个鱼的宰剧 至少还有我们的一百级变色衣服 而且啊 游戏是外返回 所以你们拿下一个手册呢 下一次呢 又有手册啦 还有等什么赶紧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好啦我是重复的球姐 我们下部视频见 还有我们直播间不见不散 拜拜 拜拜